大家好,又是我小光 今集就跟大家去九州中心地大的博多站 除了是九州交通中心之外 博多站更加是一個買手信和掃街的好地方 看完今集之後 就知道博多站哪裏可以買到掃街的美食 將來由博多站出發 就可以上火車之前買好小食 我們廢話小光,出發吧! 第一站,我們來到咖喱的道 這間是一間人氣十足的網紅店 這裏出品的圓形法式千層酥 掀起了不少熱潮 在日本不同的地方都有分店 所有千層酥都是經職員一手一腳細心製作 當中最有人氣就是這個士多啤梨味 另外還有百種味道褐色可以給大家選擇 價錢差不多是一千至一千五日圓 不過建議大家早點來光顧 因為每一天賣完即止 你們看看有多少人在排隊 終於輪到我們了 落單後就可以在旁邊等 看著這些剛剛控陪完的千層酥 簡直口水嘟嘟嘟嘟嘟嘟 每個製作流程都會令客人清楚看到 一定新鮮有衛生 現在還要到手了 雖然背面好像燒焦了少許 不知道味道是怎樣呢 不管了,快點找個位置吃吧 我們現在找一個地方坐下來 準備是不是開箱呢 開袋 開袋 熱不熱 熱不太熱 冷 挺大塊 很喜歡做一塊透明膠 這個位置 挺大塊 和你的手掌最多大塊 差不多 我們現在先試一口 我先炆了這張卡仔 很脆 很脆 第一口咬下去 其實是 餅乾的香脆 有口感 還有一點點焦味 但我未吃到那些奶油和水果 所以我一小口 其實應該可以大口 來一口 挺有趣的 首先 它的士多啤梨 它切得很薄 然後上面有一些 黏糖 的口感 咬下去的時候 首先是吃到一些很酸甜的醬 然後吃到 水果的清爽口感 最後才能用到一些 比較甜 柔的 奶油 正當你這麼膩 你咬到這個餅 就剛剛好 可以中和 不粗 果然賣得 其實小光 夾得 兩塊一塊都夠飽 除非你想試多一隻味 因為它好像很小塊 但其實 它比你想想中 比較飽 而且 這個 始終都是甜味 如果吃完整個 有點柔軟 所以我覺得一人一半 就剛剛好 不錯 這餅乾真甜 接著我們來到第二間 Blue Angelo 這間麵包店 雖然距離博多站 大概五分鐘路程 不過都沒有了 它的人氣度 如果不是選平日來 每個假期都排在長輪到街口 至於為什麼會這麼有人氣呢 其實除了它有賣一般 好吃的麵包之外 這裡的牛角包 也是非常出名的 不過重點推介 都是它 雪糕牛角包 好 接著我們來到一間 雖然遠離市區 一點點 但也值得來 你看它雪糕 非常吸引 我不客氣 不如它也應該很軟 好像 它是奶味比較重 可以找一些奶味 而且比較柔軟 吃到口 不會覺得很柔軟 很甜 反而奶味比較重 吃了一點點 它的口感都比平常在街上買的其他雪糕 而且你看它的質地 其實它也打得很滑 這個雪糕 非常滑 好 咬一口雪糕加了 我下一個包 看看什麼 很脆 它的牛角包 不像普通的麵包店吃到 因為普通的麵包店吃到 它的牛角包是 會軟一點的 但是它這個牛角包 它外面是很脆的 然後它裡面 還是脆厚 牛角包本身是脆厚的 裡面是軟的 它好像整個都是脆薄薄的 而且它有點熱 然後加上雪糕 就好像有些 又熱又冷的感覺 這樣撞在一起是很可愛 而且它的雪糕不算太貴 550日圓一個 而且它也很大 你看到我們手要按 一個雪糕 一個人吃 或者兩個人吃 都可以 我自己就喜歡一個人吃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 之後我們就回到波多站裡 來到這間叫Yido Ginggu 這間店主要是賣一些小型的甜品 這次就來吃雪糕的銅鑼燒 同樣是非常人氣的產品 去年一共賣了三十一萬八千個 一樣是賣完即止 大家快點來 好了 我們剛剛買完了 現在找個位置坐下 它的包裝也挺漂亮的 一個紅色的紙袋 好 在裡面 OK 很漂亮 大小方面大概一隻手掌 差不多大 網上手也有凍冰冰的 我會覺得很安心 吃這個 因為它有些膠包裝著 可能會有什麼髒 塵之類 好 給大家看一下正面 有一個Logo 其實這個二零狀也有點像我們香港的小狗 你問我嗎 好 來我先吃 口感也挺厚實飽滿的 咬下去 大型的雪糕 在裡面 因為它中間有些士多士啤梨的醬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有一副酸酸味 流出來 皮就 其實有點像雞蛋仔 軟軟的口感 咬下去也挺好吃 但是 我覺得它 其實 對 我覺得它可以一個人 吃到兩至三個 如果是吃 這麼多個 我覺得可以 這個 吃多一點 因為其實它 雪糕的鹹 不算會很濟 它裡面那個 是不是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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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米 都吃了 不吃 看這個 好 給你 手 出來 它好像哈根大 的士多啤梨味 對 對 像哈根大 的士多啤梨味 不錯 這個 它中間這個 不像狼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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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多少少 比較甜 因為它始終是雪糕啤梨 如果我們選擇 這個海味 可能是 不錯的感覺 就是這樣 多少錢呢 這個 連碎594 594 594 可以接受 始終它這麼厚實 這麼多水果板 但如果我只吃三個 就千百多 就很快 所以不可以 你只吃一個 嗯 嗯 你也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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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這麼大店 當然不只買銅鑼銷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和手信 有些更加是季節限定 想吃就快點買吧 接著我們就來到博多站的另一邊 在這條小路一進去就可以看到 這次來這間店是賣草莓大福的 就是它 重鋒音 創業超過半世紀 在九州只有博多站 這裡才能買到它的產品 好 現在我們來 剛才吃完草莓的銅鑼燒 我現在呢 就買了一個 草莓大福 嗯 竟然就買了一個 可以看看 的 每人有本獅子包著 大福呢 也是有粉紅色的 好 現在這樣捏到它的質感呢 其實都很彈彈彈彈的 咬一彈才可以清洗 我連了草莓一段 一開始 因為我先咬草莓的雲子 所以一開始是酸酸的 只要買了這個大福的糯米池 我才能吃到甜味 而且呢 如果要買一些 大福裡面 都會有一些草莓 給你吃的 咬下去的話 就像是 糯米池 摩池那種口感 黏黏黏 但整個咬下去的話 其實 感覺會比剛才吃的 同學燒 這個 一個人吃一個都已經覺得飽了 所以 大家可以買一個 來當作小吃 因為它有保鮮子包著 其實你可以放在袋裡 等車幾間吃 或者準備去另一個地方 可以當作零食 都很方便 而且它的價錢是500日圓 所以 就 不算太貴 比剛才我們買的 因為剛才銅鑼燒 都買近 接下來我們來到最後一間店 NUMBA往來 是一間專售不同 和菓子撻的店 看到雪櫃裡面 已經有很多人買了一半以上 難道來得太遲 不過外貌的確是很吸引 看到我都流汗水 好了 我們又買了新的食物 這個攤子之前小光想試很久 但一類都沒有機會 今天專程來到 又可以試一下 好 開禮物 嘩 是小光最喜歡飲料的 外表已經有黏黏的口感 可能塗一些糖漿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碎碎的砂糖 然後下面就是 像鬆餅的口感 一個就成為270日 好了 我們現在先吃第一口 看起來很長 怎麼咬 這樣 嗯 這個餅很好吃 上面那些花生 它塗了一層 好像是焦糖 焦糖味 軟了之後 其實它有少少 焦的那種香 然後咬下去的時候 那個餅 它是脆的 但是咬下去有些砂糖 好像那些 焦糖布甸 好像焦糖的口感一樣 咬下去了 脆的那一塊 咬下去的時候 已經變得軟 好像蕃薯一樣 整個口感混在一起 是不重的 應該再買一個 要不要試試看 當然要 當然要 今集時間又夠了 希望大家喜歡小光推薦的小食 由博多出發去不同地方 可以治療肚 就好了 今次片場關係 我可以介紹到這幾樣 如果大家有其他想我試吃的餐廳 歡迎留言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hare和Subscribe 記得按旁邊的鈴鈴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你就可以成為我下一條影片 最新收看的觀眾 我是身在福光不積福的小光 我們下次見 Bye Bye 我們下次見